据路透社4月10日报道 中国航空公司正在进行三年多来最大规模的招聘活动 北京机场附近的招聘办公室 海南航空的空城应聘者排成一排 微笑着做自我介绍 随着旅游需求回升 以及许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在低迷的就业市场中难以找到工作 因此转而从事薪水相对较高的机组人员工作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数据 在大流行期间 中国的空城人员总数减少了约1万1千人 比2019年大流行前的10万8955人下降了10亿 随着国内旅行的复苏 许多中国航空公司现在都在大举招聘 他们计划恢复飞往热门国际目的地的航班 海南航空公司招聘团队成员张全旭告诉路透社 该公司今年计划招聘1千多名空城人员 目前已受到2万多份申请 根据航班跟踪应用程序的数据 中国的国内运力从3月中旬开始超过2019年的水平 国际航班已恢复到大流行前水平的30% 随着夏天旺季的临近 预计中国航空公司将增加更多国际运力 季节多变幻 保护家人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 虽然你已经施打过了新冠疫苗 但特别针对Omicron病毒的二价疫苗 却更多了一层的保护 还有孩子的防护也不可以马虎 尽快去接种疫苗 让全家安全更安心 小生医疗中心先提供各类免费新冠疫苗接种 我们在Amante等多个地区均有服务站 详情请咨询626-286-8700 明天 可天 可天 超级 可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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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